中车地铁列车武汉测试时翻车,三节车厢脱轨二人受伤。 7月28日下午三时序,中车集团一列地铁列车在湖北武汉进行牵引与制动系统测试时翻车,事故导致二人轻伤。 据武汉江夏区有关部门通报,7月28日下午三时序,武汉中车租及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武汉城轨公司一测试列车进行牵引和制动系统测试时测翻,造成人员受伤。 据了解,测试地点为江夏区大桥险带产业原皇家湖大道与星光大道交汇处的厂区内不动掉线轨道。 测试过程中,六节车厢中的前三节发生脱轨事故。 武汉市应急办发布消息称,事故中两人受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均无生命危险。 28日晚11时45分,记者在列车侧翻现场看到,一节列车已被踩条步包住,侧翻在铁路上,与直相连的另一节列车也歪了。 列车经过的铁路线直接进入工厂。 有消息人士称,该编号为武汉地铁7号线的车辆编号可能将用于7号线运营。 相关资料显示,武汉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由武汉东西湖原博原至也指湖,长约31公里。 目前武汉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以全线贯通,下半年将开通式运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